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如何在Microsoft Word和PDF文件上签名 今天会用到电脑和手机来做这个电子签名 是高resolution和透明背景的 你不需要再用手机拍下自己的签名这么麻烦了 那我们就先从电脑Word开始 举个例子,如果我想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那我就点这个Draw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Draw呢 那你就把你的光标放在这边 然后又点一下,会看到这个Customize the Ribbon 然后在这个Draw这边打勾就可以了 这些就是绘图工具 那今天是要签名嘛 签名当然是要选黑色的 点一点这个黑色的笔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箭头 点一点 那这些呢就是它的厚度 这些呢就是颜色 你可以用你的滑鼠来签名 如果你是用触摸屏笔记本 那就更容易了 那签了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大或者是缩小 这里呢有一个图标 就是Layout Options 那你点一下 那这里呢我选In Front of Text 那它就不会被其他的文字遮挡住了 那你也可以把它移在不同的地方 那你也可以把它移在不同的地方 把它放大来看 它的分辨率Resolution是很高的 那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它是透明的 背景是透明的 那你可以把它用在其他的文件上 有颜色的文件上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把这个签名呢 另存为PNG格式的图片哦 那方便你日后再重复的使用 点一下这边 又点一下你的滑鼠 然后点这个Save as Picture 这里选择PNG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Word把它另存为PNG的图片 那它的Resolution就没有那么好 那你可以把它复制 Copy 然后你来到PowerPoint 你把它粘贴在这边 那在这里呢你再把它另存为PNG 一个是用Word 一个是用PowerPoint 那你就会看到它的分别是很大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希望你可以订阅和给这个视频点赞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的频道成长了 如果你有invoice 发票需要你的签名 那你也可以复制 复制这个签名 然后来到这里Excel 把它粘贴在这边 如果你不习惯用滑鼠来签名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手机来签名 如果你用的是Android手机 那你就到Play Store来下载这个Microsoft 365的这个Apps 那如果你用的是iPhone 那你就在App Store下载这个Apps就可以了 你在手机把这个Word的文件打开 然后你要按这个 你要选择这个Print Layout 然后点这支笔 接下来点一下这里 然后来到这边这个Home 点一下 选择这个Draw 然后选择这个Draw with Mouse of Touch 同样的 这里也可以选择 颜色 然后你就在手机里签名就行了 点一下这个Srope Eraser 就可以擦掉它 这里可以选择厚度 这里可以选择厚度 自己PDF文件签名 也可以用Microsoft 365 点这个Apps 然后选择这个Sign a PDF 选择你的文件 然后点一下你手机的荧幕 点这个Create New 如果你把这个打开的话 那你的签名就会被储存起来 点Go 电子签名除了省时 方便 对业务有帮助 还很环保哦 那Google表单也具备这些优点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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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